圣经新约全书 圣经和和本 罗马书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 这是Yuli为Lib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bivo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Yuli 台北 2011年6月 第十三章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 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异 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粮的 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 惧怕他 当恭敬的 恭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贱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 爱就完全了律法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出境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焰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征敬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第十四章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 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 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 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 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熟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 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 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脚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确实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 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功臣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晚 母监 Probable 项度 扶低 这个基本的经济 全都准便 这支源 我必须 众 某 它 它 围